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 Pro Drive 因为悬吊变得非常的硬 所以在这种普通市区的路开着的时候 其实后座是穿了很多击口击口的性的 KBG 就来了 还有打包式咯 在十多二十年前 Mercedes-Benz 这个豪华品牌代表的就是 Luxury 还有 Comfort 对于这个品牌来说 运动化永远是排在最后的 当时会选择这个牌子的 不过还有就是那些大老板啊 又或者是做生意的小老板之类的 当时如果你要选择运动化 双臂的另外一个 B BMW 它就代表着运动和高端 这两者它们的差距是非常的明显的 不过在那个时候 就有一间专门改 Mercedes 的改装厂 叫 AMG 这一间 AMG 是由两个 Mercedes 的前工程师 自己跳出来开的一间改装厂 专门改动力 还有 Engine 这些 然后在 1993 年呢 Mercedes 就和这个 AMG 合作 他们在自己的展示厅 开始售卖这个 AMG 改装的 Mercedes 车款 然后就越做越好越做越好 在 1999 年 Daimler 集团就收购了这个 AMG 51% 的股份 正式成为大股东 也将它改名成 Mercedes AMG 后来在 2005 年 Daimler 集团又收购了这个 AMG 的全部股份 让这个 Mercedes AMG 正式成为 Mercedes 旗下的 改装植品牌 今天我们要试驾的就是由 Mercedes AMG 所打造 号称最速 C-Class 的 C63 S Coupe 5 諸利 7 7 7 4 9 这台 C63 S 其实是一个小改款车型 那它在外形上呢 这个前脸造型部分最为明显的就是这一个水箱护照了 换成了源自 GTR 的这个被称为 Pan Americana 的直铺式格栅设计 至于头灯组部分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它导入了这个被称为 Multi Beam LED 的智慧型头灯 然后下方的这个进气格栅呢 这里还有一整片的这个真正的 Carbon Fiber 碳纤维事件 既然它是性能车款所以它的旁边的这个抑制板 还有上方的这个引擎盖呢就有一个很肌肉感的线条设计 至于在车尾部分啊这个小改款的 C63 S 可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跟动啦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导入了许多这个运动化的元素 像是上方这个压嘴式尾翼 以及下方这个以真正的 Carbon Fiber 碳纤维事件打造的这个扰流器 还有 AMG 招牌的双边四出排气围管设计 这一台 Coupe 版本它是一辆纯正的后驱跑车 那在轮胎配置上呢 它的这个前方轮胎的尺寸为 25 35 19寸的轮圈 后方的轮胎呢则是 285 30 20寸的轮圈 所以是前 19 后 20 的一个配置 内部的这个刹车系统也是由 AMG 所打造 其中前方这个刹车卡钳是一个 6-port 的 AMG 刹车卡钳 而后方则是一个 2-port 的刹车卡钳 C63 首次出现在 W204 世代的 C-Class 那它当时搭载的是一具 6.2L 的 V8 自然进气引擎 由于市场上普遍把它当成 6.3L 也因此这个车型就被称为了 C63 来到了 W205 世代 因为欧洲排放法规的关系 这一具 6.2L 的 V8 自然进气引擎 就被取代换成了这一具 4.0L 的双涡轮增压引擎 这一具引擎它的代号为 M177 它基本上是由两具 上一代 A45 所搭载的 2.0L 涡轮增压引擎组合而成 所以它的这个冲程还有它的杠径基本上是和 A45 身上那一具代号为 M133 的引擎是一样的 这一具双涡轮增压有一个特点 AMG 的工程师将这两个涡轮放在 V 型引擎的中间 官方叫做 Hot Inside V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这一具引擎是 4.0L 的 V8 引擎 但是它的体积比起同级的引擎还要更加小 重量也只有 209 公斤 虽然如此 这一具代号为 M177 的引擎它的马力还是很恐怖 在 C63 S 它的马力高达 510 Hp 峰值扭力则为 700 Nm 0-100 的加速只需要 3.9 秒 比起大哥 GT-R 只是慢了 0.1-0.2 秒 63 系列的 AMG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这一具引擎 它是真正的 AMG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具引擎上面有这个名牌 其实呢 这一具引擎是 AMG 工程师用手工组装而成的 在组装完成过后他们还会放上这个名牌 上面还有负责组装这一具引擎的工程师的签名 对他们来说 这具引擎不只是一具引擎 还是一件艺术品 作为售价 82,888 的性能跑车 Mercedes AMG 还是没有忘了为这一台 C63 S 导入了豪华的元素 所以在内装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 像是这个原置 C-Class 的这个仪表板上面就有这个皮革包袱 以及红色的缝线设计 以及这个以高级皮革所打造的 AMG 运动铜1 中间这个中控台的这个面板呢 则是以一个 Carbon Fiber 的设计来强调它这个性能跑车的身份 然后中间这个钟表呢 则是由 IWC 所打造的名表 这一台 C63 S 它也是导入了小白款 C-Class 最新的这个 全夜镜显示仪表盘 以及最新的 MBUX 悬浮式主机屏幕 这个主机呢 它也一样支援 Apple CarPlay 功能 你可以直接连接你的手机 然后就可以透过这个屏幕来使用 Waze 或者是 Spotify 之类的 不过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个全景天窗 可以带着你的女朋友去看星星 很浪漫吧 小白款 C63 S 这个握感十足的 AMG 平底方向盘 这回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在这两边加入了分别是旋钮以及按钮的设计 那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就和 Lamborghini Ferrari 还是 Audi R8 这些超跑一样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它这两个 Button 它可以进行很多 关于这个驾驶模式的设定 因为这一回 C63 S 它可以进行很多种的设定 那包括像是驾驶模式方面呢 包括 Individual 在内呢 就有总共六种 那我这一回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旋钮来进行切换 至于另外一边的这个彩色屏幕按钮呢 它可以调整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包括悬挂的硬度 以及排气声浪的开关 还有就是这一回小白款 C63 S 首次导入的 AMG Traction Controller 这个 Traction Controller 源自于 AMG 的 GTR 它拥有九段式的设定 那这个 C63 S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 那就是 Launch Controller 所谓的弹射起步 你只需要做的是把这个驾驶模式调整至 Sport Plus 或者是 Race 模式 然后把你的双脚放在刹车踏板以及油门踏板上 底标盘就会显示 Race Start 放掉油门 这里有点太多沙了 那刚才因为我们这个测试场地呢 有点那个路面有点太多沙石 所以刚才其实车是有点飘掉飘掉了 在这个 Race Mode 之下 其实这一辆车它的那个动态表现会稍微比较 不怎么温馴 会有点流氓一点 所以刚才其实我起步的时候啊 这车的车尾我是有感觉到它已经有点飘走飘走了 果然下来蒙瘦 AMG 为小改款的 C63 S 换上了全新的 9 速 AMG Speed Shift 自排变速箱 这具变速箱相比之前的 7 速 多了两个档位 此轮比更加密之余呢 原厂有宣称 这具变速箱它的那个换档速度更加的快 究竟有多快 现在就小试一下 我先将这个驾驶模式从 Comfort 切换至 Sport Plus 哇 瞬间这个排气声浪也变得不同了 哇 哇 在 Sport Plus 之下它的这个 退档的 降档的那个声音也非常的好听 让你觉得很热血 哇 这个自排变速箱在换档的时候 它那个推你的感觉 这个感觉会让你觉得 哇 这两车很有力很猛的感觉 那 C63 S 它所达载于这个 4.0 V8 双涡轮这样的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为 510 Hp 峰值扭力高达 700 Nm 那这一个 700 Nm 它的重点就在于 它 2500 转就释放出来了 所以你只要稍微大踩油门 那个扭力它就会绵绵不绝这样传过来给你 这样这个驾驶模式调整着 Sport Plus 又或者是赛道模式的话 它就瞬间变成一个猛兽了 我甚至觉得它的这个车尾会有点摇摆不定 刚才我好像我在直线加速的时候其实 车尾是稍微有点抓不住抓不住的 挺好玩的 有另外一种乐趣啊 真的是让你觉得哇这一台车是一辆 Beast 一点都不失温的一辆怪兽 不过也因为这辆车有大量的这个电子配备啊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种设定可以调 像是我刚才所说的 驾驶模式 Comfort 啊 Sport 啊 Sport Plus 以及赛道模式等等 它的这个电子悬吊也是有三种模式可以调整 然后作为一辆真正的 AMG 这个 C63 S 它还有 AMG Dynamic 系统 这个 AMG Dynamic 呢它也是有四种模式可以调 分别是 Basic Advanced Pro 以及 Master 不同的模式就会带来不同的动态表现 也因此让这辆车的可玩性很高 因为这一个小改款的 C63 S 它这回也导入了这个 电子控制的 后叉速器 也就是 LSD 在控制这辆车过弯还有 循迹性方面更加的精准的 将它切换至 Sport 或者是 Sport Plus 然后把那个 AMG Dynamic 调整至 Pro 以上的 Level 这一个动态表现突然间就变得很灵活了 挑战山路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的这个车尾哦 它还有一点 蠢蠢欲动要飘出去飘出去的感觉 这个 AMG Dynamic 你稍微调整一下 你要它变成一辆 变成一辆很灵活的山路王 它也能做到 然后在直线加速方面呢 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刚才我已经 直线加速给大家看了 它完全是一辆怪兽 那如果你要它变流氓 它有这个 AMG 的 Traction Control 这个源自 GTR 的这个系统 你只需要将它那个 九个 Step 的那个设定呢 将它完全关掉 你要做 Sideway 你要飘移 你要甩尾 你要做 Donut 甜甜圈 完全都没问题 它就瞬间变成一辆 不受控制的脱缰爷嘛 我必须这样形容 简单来讲我觉得这一辆车啊 它在兼顾到日常驾驶的舒适性之余 它又给你一个很豪华的氛围 你要它 Cosplay 成不同的角色 它也能做到 这也是这辆要价八十多万的 AMG 跑车 它的最大的卖点和魅力 只不过说了这么多优点 我觉得这个 C63 S 它还是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 它的这个方向盘的指向 似乎有点模糊 底盘的回馈也是有点不足 简单的形容就好像 我在 戴着厚厚的手套 开着这台车 给司机的回馈 有点不太够 在这方面它就稍微少了一点点的 那个驾驶热气 虽然可以给到你原始的这个 机械化的这个感觉 但是在 驾驶方面 在 Handling 这一块呢 它就似乎稍微有点不足了 以前的科技很难做到全面化 但近几年来在导入了电子辅助配备以后 许多高端品牌都开始 将 豪华 舒适和运动 这三块结合在一起 AMG就很完美的融入了这三点 攻打高端市场 这时候反而BMW就有点矛盾了 因为在兼顾舒适之余 又似乎不够豪华和运动 有点迷失方向的感觉 总结而言 C63 S Coupe 它在带给你豪华和舒适之余 又加入了性能和运动的元素 这样的一个包装能够带给车主一种身份象征 让人家知道 车主 喜欢车 懂车 会玩车 在显示出taste之余 又不失高级感 这样的感觉是一些对手说给不到的 今天我们这个试驾测评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是小明 我们下回再见 Bye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PETRONAS BMAX 95 富含PRODRIVE 好